大家笑一笑就好 P向量在Q向量上的正攝影跟正攝影長 通常你把正攝影三個字空起來 正攝影長四個字空起來 同學我問你這兩者有什麼不一樣 初學者靠有人搞不清楚 就是向量 同學正攝影是什麼 向量 來寫一下正攝影是向量 同學那正攝影長是什麼 是長度是正攝影的長度 每一次改考卷都會有這個情況 題目問你正攝影 然後有人回答我正攝影長 題目問你正攝影長 有人回答正攝影 每一年都有這種學生 我們現在來做這個題目 來我們一起來 我們先來做正攝影 正攝影我們就這樣寫PROJ 他說P向量在Q向量上的正攝影 你這邊就寫一個P向量 這邊就寫一個Q向量 同學你就這樣寫正攝影的代號就是這個 P在Q上的正攝影 你說老師那個公式我會不會背 我跟你講公式超簡單的 所有人看我這邊 我問你喔 P在Q上的正攝影 那個正攝影跟誰是平均的 是跟P還是跟Q Q 所以你這邊就寫一個Q向量 哈囉 這邊就寫一個Q向量 我剛才有講喔 如果你這裡寫一個Q向量的話 你前面的分母就寫什麼東西 來 來 看我這邊 你如果這裡寫Q向量 這裡就寫什麼 就寫Q向量長度的什麼 平方 然後永遠記得 上面就是這兩個向量的什麼基 內基就是P向量 DOT Q向量 如果有人問你說 為什麼這個公式會長這樣 你就推給他看 我剛才已經推過了 這樣可以嗎 你就推給他看 這公式就長這樣 欸這公式有沒有背起來 有嘛 很容易背嘛 你只要判斷 投影向量跟誰是平行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把它帶進去 來我們現在一起來可以嗎 請問同學P、DOT、Q是誰 欸 這兩個坐內基30加20 所以這裡是多少 50 請問你Q向量的長度是不是5 所以Q向量長度的平方是多少 25 好 乘上這個Q向量 Q向量叫做34 來那請問同學 50除以25是不是2 那個2字係數基乘進去 所以這一個向量是誰 68 正色影叫做68 這樣可以嗎 小學這個就是正色影 那第二小題 他要問這個向量的長度 那很簡單 向量的長度就是把這個向量加什麼 加絕對值 加絕對值就好了嗎 來同學讓我們一起看喔 向量的長度怎麼算 分量平方合開什麼號 開根號 所以這邊是不是6的平方 加上8的平方開根號 這個開出來的答案是根號多少 根號36加64是100 根號100 同學答案是多少 10嗎 所以這個正色影的長度是不是10 欸這題目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這堂課你學到什麼 你學到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什麼叫正色影 然後再來正色影的公式怎麼被推倒出來 還有正色影的公式要怎麼去計 再來就是怎麼用 非常簡單 這是正色影的想法 還有正色影他可以寫成分量再乘上單位向量 這樣有聽到嗎 正色影的公式他可以拆成分量再乘上單位向量 這個分量其實就是投運場 把單位向量去做伸縮 這概念很容易 好那我們準備進入今天的最後一題啦 來我把這個部分插掉喔 有沒有帶席座 欸你們有帶席座嗎 我需要你的席座 來把席座打開 好 來席座怎麼換 翻到席座的五十頁 席座的五十頁 重點我要找第十題 來這個第十題 這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給他塞個四號 來安靜安靜 這個題目是早期的聯考考題 我個人給同學一個誠心的建議 你把這個題目抄在你頂基本上 不要寫在行桌上 我把這個題目寫一次喔 這個題目說已經知道有一個點叫A點 他的座標叫做A-1 然後B點的座標是誰呢 B點的座標叫做2-2 然後再來C點的座標是誰呢 C點的座標叫做3-0.4 後來他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O是原點 然後他跟你說OA向量 OA向量與OV向量 來我們一起抄題目可以嗎 與OV向量在什麼 在這個OC向量上的正設影怎麼樣 OA跟OV在OC上的正設影 的projection 那個正設影是相同的 你把這個題目抄在你筆記本上 不會害你 我叫你抄是有我的目的 正設影是相同的 OK 然後他要求什麼 求這個A A是多少 OK 這是聯考考題喔 我們等同學把這個題目洗一下好不好 他的keyword就是正設影相同 正設影相同 等一下這個題目 我們用三種不同的方法來做 這樣可以嗎 我知道你會做 這一題誰不會做 但是我們要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做處理 請同學先把這個題目抄上去 好 先把它抄上去 抄上去以後 同學你知道這個題目解題的最關鍵在哪裡嗎 圖形 他只給你文字的敘述 ABC三個點 O是原點 OA向量與OV向量 在OC向量上的正設影都一樣 同學如果OA跟OV要在OC的正設影都一樣的話 你可不可以畫一個圖給我 他們的圖形長什麼樣子 圖形是解題的關鍵 我們給同學30秒 你知道他圖要怎麼畫嗎 同學你畫點 來 我等你 你要畫圖喔 我需要看到你的圖形 我可以畫畫圖嗎 我會畫圖喔 到底是從那個圖形長什麼 我可以畫圖嗎 我可以畫圖吧 你們要畫圖形長什麼 我們可以畫圖形長什麼 可以畫圖形 現在我們把圖形長途 hail的圖形長 被圖形長 我會畫圖形長 對 菜圖形長 我們可以說 來這裡 來同學你看這個圖 你的圖畫出來是不是長得像這樣 哈囉哈囉 看我啦看我 來同學問你 OA向量跟OB向量 在OC向量上的正攝影 有沒有一樣 有啊 這個正攝影在哪裡 是不是這一個 就這一個啊 對不對 如果這個點加H的話 我問你 這個正攝影就是誰 就是OH向量嗎 同學你有看到嗎 OA在OC上的正攝影是OH向量 OV向量在OC向量上的正攝影也是OH向量 對不對 有沒有滿足題目說的 OA跟OV在OC上的正攝影都一樣 有 這樣可以嗎 你圖畫出來是不是類似長這個樣子 有還是沒有 差不多是這樣 好 那我現在要開始解這個題目囉 來看我這邊 第一個做法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第一個做法要怎麼做 很簡單 來所有的團學看我這裡 哈囉 團學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VA向量 來跟著我一起畫這個VA向量 同學我問你喔 這個VA向量跟這個OC向量是什麼關係 垂直 同學垂直內積會檔多少 0 這一題解完了 我再講一次 這個題目圖形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你從圖形可以得到很多information 同學這個VA向量跟OC向量是垂直 只要你有畫圖就看得出來對不對 垂直的話內積檔0 這一題你就得分 連正設你的公司都沒有用到 直接得分 來我們第一個做法就這樣 我們把這個VA向量拿來跟OH向量做什麼機 做內積 他們做內積 因為垂直的關係 內積一定會檔0 VA向量是誰 後面減前面 A減2 然後 1減掉-2 所以是3 DOT OH向量 欸對不起 我寫錯了 不是OH向量 OC向量 不好意思 是OC向量 因為C點有給坐標 OC向量是誰 34 這個做內積是不是0 欸同學你有看到嗎 OC向量跟VA向量是垂直 垂直的話內積等於0 欸這個你會不會算 我都很怕你們不會算這個 前面乘前面對不對 加上什麼 後面乘後面把它打開 來這邊3乘A減2 所以會變成3倍的A在減多少 減掉6 然後3乘以4 所以再加上多少 12 是不是會等於0 3倍的A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6 所以同學你叫A馬上寫出來是誰 叫做-2 來我們今天的第一種說法 這樣可以嗎 來我等你寫上去 不要趁機聊天喔 來快點 我盡量講的簡單一點 讓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學好 這是基本功 來那請問你第二種做法是什麼 第二種做法是大部分的學生會用的做法 因為題目看到正攝影大家就會想到什麼 公式啊 所以來OA在OC向量上的正攝影 來跟我一起寫喔 OA在OC向量上的正攝影 跟OC向量一定是平行 對不對 然後這個OB在OC向量上的正攝影 跟OC向量也是平行 或者正攝影的公式完全不用背 你只要去注意它的結構就可以 這裡我寫OC向量 請問前面的分母要寫什麼 OC向量長度的什麼 對長度的平方 那上面要寫這兩個向量的什麼計 內積 誰跟誰 知道OB跟OC 欸 OA跟OC 來 OA DOT OC 這樣可不可以 然後OB在OC向量上的正攝影 然後這裡就寫什麼 這裡就寫OC向量長度的什麼 平方 然後上面這裡就寫OB向量 去DOT的什麼向量 OC向量 上面就是寫內積啊 這樣教我們很簡單 就把公式寫出來而已 寫出來之後 請同學看我這邊喔 同學這裡有OC向量 這裡有OC向量 能不能兩邊把OC向量約掉 看我這邊 可以還是不行 我在別班做這個動作 有同學說 老師你不能把OC約掉 因為你之前三位有講過 向量沒有什麼率 沒有消去率 沒錯 向量沒有消去率 但是我指的是向量的什麼機 內積沒有消去率 同學這個是內積嗎 不是 這是係數機啊 前面是一個係數有沒有 這是一個係數啊 所以OC能不能消掉 可以 然後OC向量長度平方 OC向量長度平方也可以消掉 所以你從這邊就得到 OA.OC 來 OA向量 DOT OC向量 應該會等於 OV向量 再DOT OC向量 這樣寫可以接受嗎 來那我們就直接來做 OA向量是誰 OA向量就說A1 OC向量是誰 3,4 會等於OA 會等於OB向量 OA向量 2 DOT 來 OA向量 3,4 對吧 同學做內積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整個打開 打開之後 這裡變成3倍的A 加多少 加4 會等於2,3,6 這邊是6 然後 負2乘4 所以是減多少 減8 6減8是負2 所以3倍的A 應該會等於負多少 負6 馬上算出來 來你的A是多少 負2 同學我問你 A是負2是不是可以算 算得出來 可以啊 大部分你看參考書 他都是用這個解法比較多 你有看到嗎 都是這個解法比較多 但是這一題你也可以不用這個解法 也可以做 來,這是第二個做法 可以嗎 A是負2 來,我還要講第三個做法 我把第三個做法講完 我們這堂課就結束了 我們簡單的正攝你就先介紹到這邊 有一些比較滿的題目 我們將來再來講 好不好 來,第三個做法怎麼做 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同學我問你喔 這個 這是別班同學講的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說老師 我可以把AH的直線方程式求出來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AH這條直線的方程式 請問你這個OC向量是他的什麼向量 同學 OC向量跟這個AH直線是不是垂直 所以這個OC向量 其實就是AH這條直線的什麼向量 法向量 所以他法向量是誰 三次 法向量是三次 代表這條直線的方程式叫做三倍的X 再加上幾倍的Y 加上四倍的Y 然後一般來講這裡會令他等於K對不對 可是要解這個K 是不是要帶入一個定點 我們把2-2帶進去 2帶進去這裡是6 -2帶進去這裡是多少 負2帶進去是負8 然後這邊怎麼樣 6-8 所以這邊應該是多少 是負2 這樣可以嗎 8嗎 2-2帶進去這條直線就出來對不對 這條直線出來之後 我問你這個A點有沒有在這條直線上 有 你再把這個A點帶進去 所以你會得到三倍的A 然後加上多少 加上四 是不是應該會等於負2 所以三倍的A就等於多少 負6 三倍的A等於負6 你的A算出來就是多少 負2 這樣做是不是也可以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東西 同一個題目 光是用你的觀念去解就有三種以上不同的做法 對不對 我先求AH的直線方程式嘛 因為有法相量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它SY的係數 然後再帶入一個定點 這條直線就出來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A點也在這條直線上帶進去 A就解除完 這樣不是很快嗎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上課的狀況要再hold住 這個喉嚨還是不太舒服 同我一下